欢迎回来的赛新新闻的现场新闻 新闻介绍我们来看是 赤胖30多年的大拿地名苏白氏 他参加理工一里 中国生的临行胖比赔感比赛 达到特定的情节 他刚才欢喜的品质受到困惊 当时希望祝能竟加 重视到赤胖的生涯 因为他说 胖对整个農業生态有很大的抗产 外面上有一点 脆脆胖就是胖王 他当时胖烧 那脆到没胖的烧就是赤胖的 脆胖的业者表示 整项的胖烧 有将近2-3万吃的胖 都是胖王所生 他现在就是开始顺略炒房 没人开始一直下单 三台都脆胖的东南店名苏白氏表示 脆胖是没有固定在什么所在 是看队有开灰 他们的探偶没来刷胖烧 就像现在刷里到没刷的36万在口租 他一定要看队灰开 就要刷队 因为他送队是 人们说我们这是算要逐发熬基 我队队有灰就我队队走 他这会全身全省分布 你要有了解 一般洋风人家都有了解 说什么借戴队在开灰 你在大约统会副德之下 苏白氏参加到农委回收主板的 利空一里 中国城国山林英的胖的敏感 是那个敏感分属通关的地上 他刚才欢喜 也希望政府和我们警察 重视到赤胖的散业 密封受到 我们政府单位的肯定 我觉得说 如果照这样继续办下去的话 我们台湾风月 绝对有希望 因为我们品足 品足得到政府的认定 这是我感到最欣慰的地方 我觉得呼吁说 我们政府单位 绝对要 不要放弃我们这个养风树叶 因为它是 不论 它虽然是产值很少 可是 它影响我们农业相当大 尤其我们现在农业在那个 温网树 温网树就是说 我们那个网树农业 温树农业 它跟外界国家 它要开发结果 绝对要看 要靠我们的密封来维持受换 因为它在这个区块的话 就相当的贡献相当大 它影响层面也相当大 经济了解 全台七派的几乎 台湾700号 其中台南高雄占大部分 在加以地区台湾30号 在参加全国省 领县泡米的冰岸 苏白市协力到特定的信息 它发现所生产的泡米 是受到困难 申讯树达 发酷辽红武三兄 蔡凤卜渡